再來的話就是有關那個名稱 以後 假設你要查資料的話 我還蠻強烈蠻推薦就是各位 一定要學會怎麼去定義名稱 因為如果你不會使用定義名稱的話 你將來公司會很混亂而且很冗長 而且可能你的那個 位置會是在某一個 工作表的某一個範圍 然後你又要自己切來 因為我看過很多人的 那個Excel檔案裡面的資料都亂七八糟 如果你用名稱就會比較清爽 但是問題你要怎麼定義 一 你定義的方式 第一個請各位如果我要先把這個範圍定義成一個名稱的話 那我先選取它 所以第一個 如果我要定義名稱這個名稱叫什麼 叫產品的話那我先把它選起來 第一步選取它 第二步請各位找到我們Excel的那個 右邊 右邊工具列的下方 會有一個文字方塊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有一個名稱 它不是好看而已 這個叫做 這個名稱 名稱方塊 OK 也就是說呢 這個名稱方塊裡面呢 我如果要讓這個範圍 叫另外一個名稱的話 那我可以直接在這邊輸入一個 名稱按Enter就好了 以後呢 這個範圍以後就叫那個名稱 比如說呢 我今天要把這個範圍 叫一個名稱叫什麼 叫做產品 那我就輸入什麼 輸入那個產品 那特別注意就是 輸入完記得要按Enter 因為之前有同學用新注意 那新注意Enter 它其實是輸入 你還要再多按一個Enter 不然的話沒有辦法輸入 那我就直接 先在這邊 先選取它 選取這個範圍 所以第2個到這個文字方塊裡面呢 那我就打字上去 那我就輸入什麼 輸入那個 也許這個叫產品好了 我就叫產品 輸入完之後的話 一定要Enter 因為那個新注音輸入是 第1個Enter只是輸入那個字 你要多按一個Enter 這樣的話呢 以後 你就告訴它說 以後呢這個範圍呢 就幫我叫做 產品 OK 好 那你怎麼知道有沒有成功 很簡單 你再選它一遍 看一下它的那個 這個文字方塊裡面 是不是叫產品 如果是的話恭喜你 表示你應該成功了 那 再來的話呢 我們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移到那個 剛剛的VIRU函數裡面 那再點剛剛的 C4儲存格 並且再移動到上方的那個 資料編輯列 那如果你要修改裡面的公式的話 再插入一次 也就是如果你要再修改它的話 再插入一次 等於是剛剛的動作 它就又跳出來了 那你只需要怎麼樣 把剛剛的那個Table Array Delete掉 改成什麼呢 產品兩個字就好了 你就打字啦 那如果你懶得打字的話 還有一招 你可以打產品兩個字 確定可以 或者另外還有一招更快喔 你可以配合F3 F3的話它什麼 跳出一個清單 也就是說你以後 只要建立很多個 你用選的就好了 不過它這個好處是說 它直接讓你點兩下 你就打把它帶過 如果說 像之前有那個遇到 同學是用Mac Mac 方弦鍵好像不一樣 所以沒有F3可以按怎麼辦 沒關係你就自己打產品兩個字也可以啦 只是我覺得 F3真的還蠻好 因為有時候你定義很多個名稱 那你就用選的 點兩下 這個使用感覺蠻像是資料庫 資料庫裡面有關聯式資料庫 其實關聯式就是類似 這樣的概念喔 OK 所以配合F3 或者沒有F3用打的 也可以按確定 那你 接下來就點兩下就好了 這樣也OK 你會發現公式 就會是變成什麼 Vlook Vlook 有沒有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公式裡面感覺會清爽一點點 為什麼 好像 看到的東西訊息就會是比較可以理解的 所以其實基本上每個地方都可以定義名稱 公式裡面你可以都用中文名稱 去把它定義好 都可以看得一目了然的 這個還蠻重要的 第二個當然你也可以再試一下就是那個區域部分 所以魯法炮制 區域部分呢 也要把它變名稱的話 一 請你先到 區域這邊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OK 選的話就是把L2 選到M5的範圍 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請你到他的 這個名稱方塊點一下 輸入到那個名稱方塊上面 這個也許叫區域好了 所以你就打個區域 Enter Enter之後 再按一個Enter 這樣才會成功 好那確定輸入之後的話 如果保險旗艦你再選他一遍 看看有沒有區域 跳出來 那恭喜你 表示你這個名稱是OK的 那如果這個名稱OK之後的話呢 再到剛剛的公式裡面 再把它 重新 點到資料編輯列 點一下插入函數 一樣 意思是說你重做 但是他是幫你把之前的東西帶過來 讓你修改而已 然後插入函數呢 他就幫你把公式帶過來 那你直接把那個Table Array這個地方delete掉 按F3 選 不是產品應該是區域 區域 然後呢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再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就大功告升 那用那個名稱的好處啊 真的我覺得 會讓公式 變得 可閱讀性 真的提高不少 不然的話如果 你們將來 像我們看到蠻多 同學問的問題裡面 真的他那個 公式 一串 而且甚至 這個複雜度太高了 而且還有 還有很多工作表 工作表名稱 加範圍名稱 然後 真的不好找 所以 以後你要管理也不好管理啦 所以以後用了名稱之後發現 其實清爽很多 而且比較能夠理解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OK所以定義名稱加上 把這個剛剛的公式裡面的範圍做修改 那第二個帶來的好處就是說你也不用去管到底要不要去 鎖定某個範圍加錢的符號那些都不用管了 因為他就是固定範圍的 不用按F4 另外還有什麼好處啊 如果你以後要寫程式寫VBA的話 用名稱的話也 讓可以讓程式撰寫更簡單簡易很多 並且還有什麼 後面還有一題我們會用到 就是用那個indress函數直接也可以把那個範圍帶過來 而且可以很快把結果做出來 後面有一題就是說 查詢的話更進階 所以待會如果 程度比較好的同學 如果想要練習的話 你可以練習 問卷調查01 問卷調查01這個地方的話 就讓你練習個夠 為什麼因為問卷調查裡面全部都是編號 從 B欄一直到O欄 總共會有 14欄 裡面全部都是編號 那他的那個對照表在哪裡呢 在清單裡面 有沒有 他連性別男女都用那個 這個編號來代替 很多時候因為是 程式產生的啦 那程式產生多半都因為要那個資料庫 要能夠 資料最小化 所以都用編號 不然的話你可能要存一堆的文字嘛 我用一個代號 就可以讓資料庫縮小很多 但問題來了 他給你這個資料 你要自己 把那個 我們 Excel裡面 就要把它變回來的話 哇 那這個麻煩 對照表在哪裡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就是我希望 如果今天你可能要處理這些東西啦 那如果你沒有更好的方法 你可能到下班你就都處理不完 但是如果你會我剛剛講的方法 真的三分鐘可以搞定 我們只需要 用什麼方法 第一個 一樣用V乳環數 第二個一樣用定義名稱 第三個多學一個叫 然後向右向下 搞定 OK 不過這等一下會講 還沒講到 想想看 只是 先讓大家先 體會一下 那個 他的差異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 怎麼樣去製作 樞紐分析表 然後呢 利用樞紐分析表 假如說我今天 需要查一些資料的話 那要怎麼查 不過在還沒有查 樞紐分析表之前 我們先做一個那個 檢疫的那個 假設我今天 因為樞紐分析表 我覺得有的時候 我只是要個簡易的報表 那殺雞不用牛刀 樞紐分析表其實還是樞紐 比較適合分析一些稍微複雜的資料 欄位 但是我現在只是很簡單的啦 我要怎麼 我要分析 那個第23頁的結果 OK 我需要 假設老闆說 你給我一個簡單的結果 就是 你告訴我 這些產品裡面 到底有幾筆訂單 可能是這個產品 大顆大手機 幾個是無限 幾個是有限 幾個 幾筆訂單 幾筆訂單 OK 那你總不能說慢慢數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如果資料多的話 五個 你數到下班還數不完 對不對 還數錯 老闆可能會瘋掉 OK 所以要怎麼辦 快速的把它數完 但不是用人工數 OK 第一個 第二個他可能問你說 那你給我 第二個簡易的報表是說 那你告訴我 總共賣了幾台 有沒有 台的話呢 就不是幾個 而是 一筆訂單裡面 賣的幾台數不一定 你要幫我加總 OK 所以這邊的話 那怎麼加 你總不能說 大哥大手機 2000台 加 800台 加 500台 然後旁邊用計算機慢慢按吧 當然不OK 所以你要用什麼方法 OK 第三個銷售額 一樣 那我需要最後的結果就是各位可以看到在 23頁這邊 我們是希望能夠看到的就是 像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所以待會我們會希望 另外在額外產生一個 一個工作表 叫簡易報表 那這個地方就是針對產品部分 那我要怎麼樣剛好產生這些資料 那產生這些資料 你其實用樞紐分析表也可以啦 不過有時候我講 殺機不用牛刀啦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裡面有一些其他功能 也許你還是要知道一下 簡單的事情就簡單處理 複雜的事情就複雜處理啦 OK 也就是有些東西沒有很複雜 其實也不用寫到程式啦 也不是每天都要一直寫一堆程式 能夠快速解決問題 才是最重要的 OK 所以請各位 先把剛剛的名稱做完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二十三頁這個 解決